是的 這是一個十分之壞的消息 我作為中大七十年代尾的畢業生 見到現在我們的師弟妹 在國安法和中共的淫威之下 以政治、以警察的暴力踩入校園 完全無視高等學府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機構 絕對現在香港的軍警系統 香港的統治階層 完全不將獨立的學術殿堂當作一回事 現在簡直請警察的舊部 做中大保安組的負責人 現在因為國安法的影響之下 加上香港政府 以至中文大學校方 向權力中心靠攏 涉於國安法 要將中大學生會的註冊 即是要他們自行註冊 也都不代收學生會會費 甚至不惜將一些學生 考慮將它送給國安系統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中文大學學生會還有什麼存在空間呢 基本上就被暴政被極權打壓 繼續維持下去 第一 沒辦法拿到經費 因為中大校方已經在權力中心的淫威之下 已經跪低 已經準備和權力中心合作 即是中大校方都做了極權的打手 作為學生 其實是沒有選擇餘地的 師長都不支持 師長都靠攏 就是割席 解散學生會 不願意和權力中心共舞 也不願意在暴政淫威之下 委曲求全 做權力中心的認聲蟲 做了他的宣傳 更加不願意送頭 我覺得解散已經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也是代表香港這個學生運動 在中共均臨天下的情況之下 面對一個殘酷的現實 現在只能夠剩下學生在他們的良心 在他們的良知方面 繼續和權力中心對抗 只能夠零星在他們的思想 在他們的小圈之範圍裡面交流這些消息 也沒有可能有什麼具體行動 因為現在隨時國安法之後 輕則 就是35年重則可能終身監禁的 就是不單止是中文大學學生委 我們看到香港大學學生委 年齡大學學生委 以及香港多間的大專院口的學生委 基本上都會被燒陰 學生委員會知道 國商之處可能都有搬出港大的校園 還有在現在這樣的香港 一個國安化的氛圍之下 似乎香港的年輕一代的年輕世代 的訴求、願望、訴求都被消滅了 其實這個現象拖下去或者發展下去 有什麼效果呢? 這個效果都很顯然易見的 也不需要驗證的 這個效果就是香港 再沒有了學生 沒有了年輕人的一種參與社會建設 香港再沒有一些新一代的力量 在社會進步的過程裡面投入心力 香港將缺乏一些年輕人的思維 缺乏一些前衛的思想 缺乏一些不同流合污 亦都是不同統治者 同軌道的一些思辨的方式 就是說一個社會沒有了不同的聲音 將會是死水一潭 沒有了年輕人表達他們的訴求 香港將會社會不僅僅在人口年齡上老化 在整個社會思想發展都會出現老而不的現象 就是說進入了家長制 進入了一種權力中心去擺佈年輕人的思想 大家知道現在香港的教科書已經要改 改到跟中共同步 改用中國大陸的課本 由簡體字變成繁體字而已 基本上就由中國大陸來 或者靠近依附中國權貴 中國權力中心的教師 教育工作者去負責這些教育工作 大中小學教育已經是一面倒 要向中共的價值傾斜 其實是被迫的 香港再沒有不同的聲音 香港將會大大退步 現在香港的競爭力已經是落後於新加坡 只不過97年進入了24年 香港就已經墮後於新加坡 在97年之前香港一直都是領先 一直都是在競爭力 在社會進步指數 在房屋方面 在廉政方面 香港是在新加坡之前 現在不斷墮後 還未曾完結 還要繼續墮後 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 97年之前是入十幾名 現在是去到八十幾名 還未跌完 可能會跌出一百以外 你立了這個假新聞法 再立了23條 可以預期香港的新聞自由 會跌出一百以外 就快和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平頭 大家並假齊 一樣是在一百五十名以後 因為香港現在是中共的統治系統裡面 正在走著 表面是一國兩制的口號 實質是一國一制的極權統治 看到香港現在的環境就是中聯辦 一些政府機構的出面的水馬 就已經撤走了 以美主現在香港很安全 所以在反送中止以後的這個時期就過了 那林鎮月娥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就出了爐了 學生都看到了 他有發展北部的都會議區 幾乎用了香港的三百多平方公里 在香港三分之一的土地 他說他一年到二年四九年 會提供到九十二萬 將近一百萬個單位給香港人 這個都聯想到他真是想露十島 露寶龍今年七月份說過 真是有香港人要告別、劏房 似乎林鎮月娥現在都紅心壯志 何先生 聽著先 這個《新界北部都會區》 或者《北部都會區》的計劃 是平地一聲淚突然間飄出來 香港的市民 作為持分者 是最後一個知道 事先是深圳方面的高層 甚至中共是不止事先知道 可能有份策劃 有份參與意見 甚至是中共的主意出的 所以這一份所謂北部都會區計劃 其實是將香港深圳化 將香港變成南深圳的一個藍圖 第二 香港人沒有任何所謂被諮詢 也都沒有任何可行性報告 究竟這個去到2047年的計劃 要花多少錢呢? 今天有專家估計 也是香港的專家估計 可能要2萬億 2萬億 香港的儲備都沒有2萬億 現在的儲備頂孔 你都是5千億 要2萬億去發展 林鄭都說過可以發債券 那又是割九彩 你沒有這麼大的頭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呢? 第二 而明日戴嶼又如何呢? 明日戴嶼又在今次 林鄭任樂最後一份施政部裏 是沒有發揮 沒有再殺人身 也都沒有再講多些資料 明日戴嶼 她有講到是會繼續 但怎樣繼續呢? 她還提到交易州的填海 還可能會提前 那就是賭錢落海了 你既然在新界北部發展都匯區 收回這麼多棕地 甚至和新界的鄉市勢力 不惜默免 收回那些祠堂 所謂原居民的土地 那你還在明日戴嶼做什麼? 你是不是矛盾這個政策 突然間由海上登陸 去到新界北部 一年左右而已 那明日戴嶼 是愛還是不愛? 如果明日戴嶼又填海 那裡新界北部又有很多土地 那你林鄭的政策是互相矛盾的 那你明日戴嶼 就是因為土地不夠 要大面積填海 那現在新界北部 原來這麼多土地 甚至她現在就說 自己今次 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 形容 林鄭形容 在一國兩制之下 第一步想港府編制 在空間概念 在策略思維上 跨越深港兩地行政界線的 一個策略的綱領 既然你說得這麼偉大 究竟現在 香港的邊界向北移 還是深圳的邊界向南移呢? 當然結果就是拆了邊界了 拆了邊界 就是說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是說一地兩檢 就是說香港變成深圳一部分 還是深圳的南邊變成香港一部分呢? 說不清的 這個 林鄭說這個偉大的藍圖 又跟她自己 明日大嶼呢? 是互相衝突的 錢也是一樣 兩邊都要花的 以千億計的錢 怎麼花的? 明日大嶼已經說了 隨時是萬億計劃來的 就是千億都不能夠應付的 現在突然間 平地一聲淚 整個新界北部都會區的 一個綱領計劃 要打通深廣的隔閥 其實就是大灣區計劃 其實要將香港融入大灣區 是 是用香港人、納粹人的代價 納粹人的萬億 現在可能是2萬億的代價 是將香港 變成大灣區的一個 中國大陸的普通城市 就是說 香港放下身段 香港平庸化你自己 麻煩你 不要這麼驕傲 林鄭再次講香港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 就是說 整個北部都會的綱領 是在沒有香港未來定位 沒有香港未來的主題發展的形勢之下 而炮製出來的 目的不是為香港 是為了大灣區 是為了深圳 是為了中共的權貴利益 因為將來的基建 將來的新界北部的鐵路 將來新界整個房屋 北部的房屋規劃的利益 將會是向中共的權貴階層傾斜 即是說他會利益 來自大陸的公司企業 在新界發展 而香港人 又負責什麼呢? 找數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相信 他是意圖爭取連任 沒有可行性報告 沒有財政的初步規劃 也沒有諮詢香港人 只是諮詢中共 諮詢深圳 所以 香港人 變成大灣區的偽民 十分可惜